我来问你个事 查事说 我爹那事都过去这么多天了 雷东宝打算怎么去处理 他不能真查我爹吧 要是那样的话 他可太不吃东西了 你现在知道关心你爹了 你早干吗去了 还有脸过来问 你这话说的 大家都姓雷 那雷东宝又是我爹 一手给提拔的 他又真敢查我爹 那叫什么 那叫忘恩负义 再者说了 现在但凡手里面管点事了 谁不拿点好处啊 原来不说 就你们几个 谁干的啊 你快闭上嘴巴 你要是但凡能正经 找点活干 挣点钱的 你爹至于可以逼到 今天这地步吗 你要真孝顺 你替你爹顶罪去 你干吗 雷师哥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要我说这事就是你捅出来的 你就是叫狗 雷东宝的狗 那东宝书记 还因为你爹的面子不给查呢 你倒好 你把你爹的事都抖出去了 到底谁让你爹好看呢 你 你我哪儿干 你干什么 你还动手打人啊 我都打起来要走 你 你 你怎么打起来 你怎么打起来 我知道了 他说我经济贪污了 咋了咋了咋了 怎么会这样 我打起来了 你怎么会贪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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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 你快点 你ech上 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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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了 再给我去 咋了咋了 不要 不要 你给我网黑服依的东西 我好精力当手驴肝废你啊 散了散了 回家 咋要什么看都不拉架 看就走 回来 回来 你是不是没了解 我怎么让你说 干什么 坐 你给我等着 好 管你擦我接着 你是不是让我接到这瓶咖啡 我也不相信 老书记这么好的一个人 在处理这么欲望这么高 你是不是还能够打扰的 咋可能呢 老书记在咱们小雷家村 这么些年 他为你出事怎么办 他还能不起来 怎么会呀 老书记者毕竟这么高 应该能够打扰的 哪跟你说你还不信 书记怎么可能他 我这种肯定不行 为国呀 为国 都是你跟雷诗根闹的 我现在全村的人都知道你爹的事 多把你爹打扰 妈 你也不能全怪我呀 我也是想帮我爹 去找雷诗根 那就是怕他查我爹 爹 根本不是这样的 我听说东宝书记本来没想查你 都是因为我哥 这事才闹大的 爹 妹子 你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你这话是亲眼听见了 还是亲眼看见了 谁瞎说了呀 嫂子 要不是因为你俩在这儿好吃懒做 爹能被人抓住把柄吗 都给我闭嘴 别闭嘴 师哥 来 东方 还烧哪儿呢 没事 你还吃点吧 我不吃 我真没想这事能闹成现在这 这事不怪你 是刘悦国这小子脑子他妈不清楚 非把他爹的脸吧 风坑里头扔 行了 别一副死了老子娘的送包厢 东方 这事现在关键已经冒大了 全村人都知道老鼠与探屋的事 再要是不给个说法 人家不往咱身上想了 再能脱得了干系啊 财务室的钥匙 保险柜的钥匙东方的 东方你收拾吧 你这是要干啥 你这是要干啥 我一个手管着硬帽子 一个手还管着帐本子 我全太大了 东方 人肯定怎么头一个也怀疑到我头上了 师哥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 你早都是我的左右手了 你要是真有毛病的话我能留你 你把心搁肚子里倒 我不怀疑你 没有人敢怀疑你 装起来 装起来 我跟老叔那事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这几天我没追究老叔去的事 也没来找你谈 我有个孤立 那天老叔跟我说的话 我心里头我难受 他老了 没几年活头了 我总不能像他儿子似的 把他连往分坑里头丢啊 我就想着 悄悄地把这事给了了 悄悄地扯了他的职业 那悄悄地把账给还上 谁也不知道 这老叔他心里头也明镜似的 他回了家里头他不会吭声的 可 小雷家的今天那是大家伙 拼死拼活打拼出来的 这么多年了 大家跟我吃骨受累 谁想过伸谁手指 多拿大堆一分钱 没有 可你告诉我他老叔他凭什么 谁都不能这么做 他老叔更不能这么做 因为他是老叔姐 小雷家的仗是柔不得沙子 如果这事查不清楚 就等于是给别人开了个头 往后没完 查吧 查清楚了 张宝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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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老叔他们家人心里也不服 那这样咱就找找陈平原 让他从上面派个人下来查行吗 这事闹大了没法收场 还得让外人叫舍根根 给老叔留张脸吧 咱自己查 好 咱自己查 深圳不怕影子现在 咱自己查 我走了 好 东宝他真的要等老叔记啊 这舍根长几个天天在查查啊 每个人都不买啊 这老心情 真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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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钱 都不乱 我这儿干不过这儿 那儿干不过这儿 先晓月 我先回去吧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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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眼 老叔 说两句话 今天查到我了吗 查了一整天 张面上挺干净的 没啥毛病 那就好 老叔 他们明天又去专场 去专场干啥 这 不是都交到对部了吗 他们说 从账面上看 专场有一段时间 废品率 太高了 有些人 有些人 不得了 没有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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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的 是 傅 不得了 现在 什么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宝 老叔上吊了 老叔没了 东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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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哪儿去 东宝 东宝 你不能去 东宝 你别去 你别去啊 东宝 东宝 你现在去了 人家就包了你皮了 东宝 老叔现在没了 再往后怎么办 咱这事该怎么办 老叔就昨天晚上见了谁了 好端端的一个人 怎么就行了短见了呢 老叔去 老叔去 你怎么跟老叔去 说什么了 这我啥也没说 你老老实实说 一个字不许落下 多远老叔问 查账查到他没有 我说查到了可账上没有问题 可是抓腰上 飞品率过高还要何时 没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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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叔听完之后 他还说什么了 老叔 老叔啥也没说 他就走了 他现在想起来 他好像心事很重的样子 没了 他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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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宝 老叔里面照的 咱还查不查了 不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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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宝 你可想清楚了 咱要是不给村里人 一个说法的话 人家村里人怎么看咱 他怎么说咱 明板上 低价卖专的事 对老叔就不算什么 那几个月肺品收割率太高 那才是老叔记的心病 看村里人他不知道这些呀 现在老叔这一走 大家伙都站在他那边说话了 东包舌头底下压死人 咱往后咱这活儿还怎么干啊 人死为大 老叔牵脚刚走 再不能后脚就给他添麻火吧 先放一放 让老叔安安稳稳地走吧 都听好了 小雷家的事只能在小雷家聊 谁有什么想法 让他来找我 不找 不找 有什么意义 好 都不会义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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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柜哥 习近来了 李同堡 你还有脸来啊 我来给老叔磕个头 你给我滚 人死为大了 这是应尽的李叔 你能少来着这个模糊耗子了 你就是个畜生 当初你要是能有一点了解 我爹也不可能死 你现在想起李叔来了 你早那么干吗去了 你给我滚 滚 李同堡 你他们还戏人吗 赶快滚 神儿 我来给老叔磕个头 你走 你走 李同堡 李同堡 你就是个扫不醒 磕死自己老婆都不够 还要磕死亲手提拔你的恩人 你就是个死了老婆孩子的绝望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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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快 快 快 我求求你 你就放我们一条生路吧 我老头子是左老虎都是 可他也当上了一条命 娘 人都死了 你就不能放我们一条火路 让我那老头子入土为安哪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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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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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 我身体要紧啊 不得快起来别哭坏了身子 快起来吧娘 谢谢 别哭了 起来吧娘 起来吧 起来吧 不跑 干得好 不跑 我求你拜你 你能放完我爷妈吗 老叔 老叔啊 答应给你家饭酒床子 到现在还没来得及 你是不是跟我说话不算话呀 连个头都不让我给你磕呀 东宝 就是想一个人待会儿 你说 要是没有老叔 就没有我雷东宝的今天 是老叔提拔我 信任我 在背后一直支持我 他才是咱们夏雷家的功臣 当初要没有他 在公社或悉尼 夏雷家就干不成大宝盖 没有他 就没有这专摇 没有小雷家发家致富的第一步 我想了半天我想不明白 这事情 他怎么就变成现在这个样了 东宝 小雷家都记着呢 谁也不会忘了老叔 对咱小雷家的贡献 我想不通 当年我做大队副书记的时候 是老叔逼着我赌咒发誓 不能占公家的便宜 不能多拿大队一分钱 可他是咱们了 就我不说这事了 咱就说 就算有天大的错 你有错你改错不就完了吗 怎么就走上死 他走上死路了呢 这个 是不是真的是我们做得过分了 对 东宝 他毕竟功不远过 老叔他自己也知道 他贪婪的都是大家伙的宣寒谦 老叔他真是要脸 对 老叔他要脸 老叔 老叔 下山后 上刘继续查 就不张榜公布 你想好了 想好了 好 好 那就让你说的办 东武 三村 这几天也没什么事 建筑队要交工了 要不 你出去监工吧 哥 你就放心出去 村里的事 有我们几个呢 赵哥 你来啦 叔叔 好 赵哥 这多给了一百 是吗 我怎么觉得不多呢 你忘了 你第一次来进货的时候 你给了一百块钱订金 来 还你来 记性还挺好 拿着吧 不好吧 这 这 跑前跑后的 算是辛苦费 拿着给拿着 那 这都不好意思 这么漂亮的姑娘帮我干活 一百块钱不多 那谢谢赵哥了 我叫赵小波啊 别一口一个疙瘩 显得太生忽了 那喊啥呀 喊小波哥呗 行 听你的 小波哥 你们家这电线真材实料啊 我以后在你们家固定上货 我跟你说 我家电线这样老好了 你拿进管室啊 有问题你就找我 那个小波哥 你那个 你做啥买买的 我看你这穿戴 跟平常来咱们电机市场 进货人可不太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法呀 有气势呗 眼光倒不错 不错 那到底啥买买啊 咋还保密呢 我呀 导演 真的假的 你骗我呢爸 我 我咋瞅着不像呢 那有啥不像呢 以后熟了你就知道了 我这个人从来不骗人 尤其不骗你这么漂亮的姑娘 姑娘 他 他 他不在 是不是上厕所的 你稍等会儿啊 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妹子 回头咱吃个饭吧 我给你介绍几个 大单位的采货科长 认识认识 好啊 我们这来荆州做生意 人生地不熟的 小波哥你以后都照应点啊 那肯定啊 要不今天晚上吧 我组个饭局 你来 今儿晚上啊 不 不成 怎么 你有事 我对象管我管得挺紧的 我一般晚上我都不出门 这样啊 那行 我走了 那行 小波哥你慢走啊 有啥需要你再过来 你不送送我呀 我可是你顾客啊 你这话说的 我送 肯定送 刚才有人找我你买电线呢 你上哪儿 帮我看着点啊 赵哥这车是你的 真稀罕哪 叫小波哥啊 小波哥 这车真好看 行 等我时间吧 我带你出去兜兜风 那你有需要再过来啊 小波哥 你卖单能知道谁啊 胆子都不要了 咱虎来巴进 吓我一跳你这 跟谁学这科啊 卖单能挣钱 卖单能挣钱 我还用给你造这份洋醉啊 我就这么一说你怎么就急了呢 你现在不还这么说我的吗 我说你就行 你说我就不行 好好好 你天上哪去了 把我一个人扔这 还好意思说我呢 好 我不说你了还不行吗 我以后闭嘴 以后都让着你 来 赵哥 过来了 你多喝点热水 人家都说女人喝热水特别好 不是现殷勤 咋啦 干啥亏心事了 没有 我怎么会惯了亏心事呢 我对你那么好 来 来 过来 怎么了 刚刚我跟你说一大客户啊 刚过来结完款走了 我说你怎么那么硬气呢 原来是要里有钱了呀 我要是硬气 还用得着挣这钱 小冯 我跟你商量个事吧 啥事啊 我前一天跟老乡吃饭 认识了一个姓童的大哥 这姓童大哥呢 是一个新建国营厂 搞基建的贡格科长 一年天我老王还跟着胖 他们厂了 现在要薪资一批电线 好事啊 就今天晚上 我要请童哥喝个酒 他也是你们东北的 听说特别能喝 你跟他喝 不是 就你这酒量 不得喝死啊 是啊 但是为了生意 我拼了命我也得跟他喝呀 所以我就想说 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 第一呢 是我带着我媳妇 多给他面子 是不是我媳妇 整得那么漂亮 第二呢 是我怕我喝多了出洋相 你得看着我点 今天只要把这童哥喝高兴了 我就在那买卖 应该就能拿下 怎么样了 就这点事啊 这哪是点事啊 这大事 你 你愿意去吗 去呗 这都几点了 人还没来 人是不是都忘了这场 人家去大领导 工作忙 估计有什么事耽搁了 再等等 我都饿了 我吃一口先 我能请客 怎么能先冻菜子呢 你是不知道啊 我跟你说 喝酒前不吃点东西 喝不多少就得醉 真的啊 真的啊 别这么玩 服务员 再两碗面条 洪哥来了 咋就吃上面条了呢 不是说好了 今天喝大酒的吗 你这是打算给我 面条子旧酒 越喝越有 崇哥你这是挑我理呢 哪能让您面条子旧酒呢 怎么着我该化成你吧 行 场面人 洪哥 这是我媳妇 我 我女朋友 小凤 大焦凤 也是你们东北内嘎嘞的 是吗 老门是咱老乡啊 来 坐坐坐 来 坐 来 坐 这位大哥是吗 来 坐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江阳电线厂 销售科实课长 我前两天给你提过的 就是他们厂一直给我们供货 九 九阳 徐哥 你好 我叫杨徐 这个我测巧啊 来看看佟哥 听说你请客 我一想都是同行 好 谢谢 一块吃顿饭 你不会反对吧 我不反对 怎么会反对呢 一块吃 一块吃 来 杨儿啊 你今天这场面 搞得有点大了啊 这个自己弟兄们 随便喝点就行了 你看整这么多菜 就是因为自己人 才能上这么多菜呢 亏着谁 也不能亏着自己人啊 是吧 师哥 我这个人啊 不喜欢吃海里的 东哥 什么时候你到我那里去啊 我给你吃郑总的晦菜 我这人啊 喝酒不挑菜 挑人 今儿就挺好 对对对 我哪次想吃晦菜的话 我就找师哥长 对了 杨儿 你真的是来晚了一步 我们厂长已经跟师哥 他们订了货了 明天就验货 佟哥 你这是见卖了 今天我请客啊 就是为了好好吃一顿 咱哥俩一见如故的 再说 我媳妇是你老乡 叫老乡见老乡 两眼雷汪汪 这亲赏加亲啊 那得好好喝一顿 我就喜喝你这爽个劲儿 这脾气啊 像我们东北爷们 没这性格 也想不住你们东北姑娘 来 彤哥 我们俩一起敬 来 好好好 彤哥 啥都不说了 都在酒里了啊 好 行吗 行 慢点啊 吃菜吃菜 肉吃吧 好好 好 谢谢谢谢 晓杨 你是个导爷 你们那个电线是 从哪里进得回来 我这生意做的 可不如二位哥哥 但是我见这电线 我们可是号称 长三角季区第一品牌 小雷家的登峰盘定线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牌子 原来就是个村办小厂的 杂牌子 施畅哥 这当面骂人不太好吧 老师 你这话说得有点过了啊 阿伯 一点都不过 今天要不是我跟着你一块来了 你绝对上了这个洋小 倒也得大 实在是 师父 那你说说看 我是怎么样通过商场的 别人不知道啊 我还不知道嘛 你们那个叫什么什么 登峰电线 是一个叫小雷家的村断小厂 造得破烂呀 那条生产线啊 还是前几年 从我们厂淘汰出去的呢 晓杨 你说 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是 施畅哥 你们原厂厂 反正还好吗 我就是听说 他们厂欠了小雷家 几十万的工程款 住着人家辛辛苦苦盖好的宿船楼 心里踏实不 谁 谁欠工程款啊 我们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拿设备抵债了吗 对对对 拿设备抵债了 但是 听说国营厂都是有政府管着的 你们怎么就敢拿淘汰货 来做高价抵债呢 这我得回去跟我们雷大哥说一说 让他好好跟你们原厂长谈谈 雅儿 你们这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龙哥 说今天也巧了 我代理那个小雷家登峰厂吧 跟石大哥的厂还是有点渊源的 就几年前 他们想盖宿舍楼 就找了小雷家的工程队 人工程队垫付了所有的工程款 材料费将近一百多万呢 没有一百多万啊 最多六七十万 师哥 我算你六十万 六十万 这几年前是什么概念啊 龙哥 你该信得清楚吧 可是人家厂就是欠着钱不还 那 小雷家只能闹了 继续惊动市场了 市场出面 给了他们原厂长一个处妇 小雷家是村板企业 不假 但是这很正规啊 后来啊 人家又找了一个大型的工营厂 做联营 请来了最好的工程师来做厂长 我听说人家的工人 都起码是高中学历以上 对对对 不是 这哪点比不上你们的厂啊 是不是 师哥 产品质量 不是你说好就是好的 我们是几十年的老厂子 国营企业 对不对 心语没话讲的 师哥啊 这要是我呀 我就连国营厂这仨子都不提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我跟你讲讲啊 这第一 现在乡镇企业发展得太好了 是吧 政府大力支持 是 口碑好 新郁佳 这我们小雷家登峰厂 这在东北都是叫得响亮的呀 对对对对 是不是 这第二 我不是没去过你们厂 这供货商要债 这排队都排档跑到对面去了 这几个月发不出来工资了吧 你不要瞎讲 我们工资那都是按时发的 但是这奖金 得几年没发了吧 这工人们都没干净 哪像小雷家呀 这 这热火炒天子是不是 对对对 要说啊 这国营企业 守着好好的一大摊子 就是缺个好领导 彤哥 你这话说得又不对了 你不就是国营的吗 你不就是一个能干的好领导吗 对对对 彤哥就是好领导 你怎么会没有好领导 你别抬我了 咱们喝酒喝酒 来 余杰哥 余杰哥 今天啊 不谈生意 只谈感情 好 干啰 小雷 你咋了这是 没事 就是 有点想吐 啥酒量啊 还逞能 老伯 你喝得也太猛了吧 喝醉了吧 不是啊 这也没啥感觉啊 你也太厉害了吧 小峰 嗯 这样 嗯 这样 一会儿我们进去啊 转移一下策略 咱们先煮喝那个姓氏的 咱俩联手一起把它干爬去 不是 咱俩能行吗 不行也得行啊 这样 一会儿进去啊 我先煮喝 你先保留实力 我今天就是喝死了也得跟他喝 不是 你干啥要这样啊 涂点啥啊 我非得把江阳电电厂的声音 给抢过来 你是不是有啥主意了 嗯 没有 不管了 反正 你咱边进去 把那大傻子给喝堂地上去 怎么让他三天醒不过来 嗯 行 就跟他喝 我瞅他那德性我又不代言他 啥呀那是 嗯 你又咋了 你行不行啊 你一会儿别喝了吧 晓风啊 咱们再改变一个策略 你先进去跟他喝 让我再吐会儿 我马上就进来 都这样你就别喝了 你看我怎么跟他喝的 我吃菜 我回来了 没有 没有 小杨呢 没事 他就是喝太极了 出去吐一会儿 一会儿就回来 那我问一下 今天就到这儿吧 别别别 这第一次跟石大哥见面 这 石大哥都没喝好呢 感觉都没上来呢 不得给石大哥喝好啊 好 来 再来一会儿 我看出来了啊 你们小两口子是轮饭来啊 这话说的 谁跟他两口子呀 我跟他生一伙伴 我俩是各算各的 好 那各算各的 你们慢点慢点慢点 石大哥 我俩都是小地方来的 他说话没把门 刚才说话不中听 你别往心里去 我现在给你赔个不是 我干了 我干了 小杨是个实在人 你比他还实在 vlog 咱们哪都在码头上混的 是吧 抬头不见的 低头剑 就是 都是同行 今天啊 也算是不打不响 来 我今天啊 给你好好喝 赵就对 两个三个 三个 喝到位了 我帮她喝 娘儿回来了 我帮她喝 我帮她喝 还行吗 行 哪能说自己不行 世派哥 我真的 做生意也不太懂啥 回头啊 做生意方面 你多教教我 我认你这个大哥行不行 你这个妹子我叫定了 好 服务员 打包 你们吃完了吗 能不能快点 这还要赶路呢 你找谁啊 她 找她 她说她的一个朋友 是个作家 要去我们临堂采封 让我顺点带着 还给了我二十块钱 说吃了饭就走 我这儿都等了半天了 这到底走还是不走啊 找你呢 找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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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看来咱们这顿饭啊 也是白请的 也是白请的 你表现挺不错的 要是这生意成了 给你发奖金 抽你那脸色 喝点热水吧 来 联系上时刻上没有啊 没有 得了 你先回吧 把门给我带上 大方天心 言群 你的电话 来了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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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来 咋了 咋了 咋了呦 咋了呦 背货 咋了呦 咋了呦 背货 8 傭 好 咋了 你 那 咋了 咋了 谢谢观看 大作家 你可醒了 你看天都快黑了 什么大作家 你是谁啊 你昨天晚上喝得不省人事 我也不知道你具体要到哪儿 我光知道你要来我们临堂 所以就先让你在我们家歇一宿了 临堂 我们这儿风情好 你们这些大作家都爱来我们这儿采风 你饿了吧 我给你盛点粥喝 你说这是灵堂 我怎么上这儿来的 我昨天晚上开了一宿拖拉机 把你拉过来的 你你你过来过来 问你啊 拖拉机呢 拖拉机去送砖了 明天中午才能回来 我我怎么才能回去啊 回去啊 晚上下不了山了 得等明天了 这天啊 明天可能要下雨 明天你恐怕都回不去了 你 你 你这产品质量没问题啊 完全合格 同哥 我都跟你说过了 我们登峰是长三角第一品牌 来 我这次要的东西多 你这个供货日期没问题吧 没 没问题 就是吧 这个我们品牌做得好 这个要货的人就多 我只是荆州的总代理 南京 上海 杭州 都有我们的代理 这个货一出啊 就供不颖求的 所以这一般签了合同 然后这个付了定金 得等个个八个月 个八月 个八月我可等不了啊 佟哥 那你说话就没问题啊 你的面子我肯定得给啊 只要你说 我让工厂三百岁倒 人修机器不修 二十四小时给你生产 我跟你说啊 我这边图建的基本结束了 就差电气工程了 两礼拜 就两礼拜啊 你必须把我所要的这些 所有货色都给我备齐了 时间没问题 这 可是 可是啥 工厂加班吧 总得给人点加班费 所以这个成本价 可能就会稍微高一点点 就一点点 你只要给我保质 保量 按时供货 不 兑点小钱呢 然后我去想办法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谢谢董哥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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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哥 小丹 你来了 嗯 什么时候到的 刚来 刚刚在写回信写着写着累了 说咪一会儿 咪着了 你那个美国的朋友 遇过你写信了 嗯 他现在情况有些棘手 他又怎么了 他准备和他的舅舅们打官司 走法律程序 来争取自己应得的遗产 他真要跟他那两个舅舅打官司啊 他那两个舅舅还好 最难对付的是他外公 他外公解放前是上海的银行家 做生意很精明 为人也很理性 为人很理性 是什么意思啊 大概就是 比较冷酷 比较犀利吧 可就算是老人家不讲道理 那小孩子也不应该跟老人家 闹到法庭上去啊 你是不是写情劝他不要闹了 不 我再劝他凡是要掌握主动 如果决定诉诸法律 就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他可不像他的舅舅们 可以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 所以他自己一定要摸清楚 美国司法的基本政策和诸多细节 这将会是一场很难打的仗 那你怎么能送我 他干这样的事呢 他万一官司失败了 那以后不可以责怪你啊 我不怕他责怪我 而且我也相信他明白我的用意 他去美国是投靠亲人的 可他的亲人却不把他当亲人 你想想一个小姑娘在国外无依无考 如果真的有一天被赶出家门 可怎么办 与其被动挨打 还不如自己掌握主动权呢 那我就不信了 国外就动得好啊 非得来在那儿 我也不一定活不下去 这你就不了解了 美国的课程和国内的很不一样 以他现在的成绩 在国外可以申请顶尖大学 可如果回到国内参加高考 恐怕连殿大都考不上 他这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将来负责 我也很支持他 对对对 反正啊 人家说什么都对 做什么都对呗 不会吧 你想什么呢 他只是个高中生小姑娘一个 你说我也是小姑娘一个呢 你这个小姑娘跟他不一样 跟哪儿不一样 你这个小姑娘 你这个小姑娘会做饭 我在你眼里 就这么一个优点啊 小猫 咱们就别为了这种小事闹不开心 再说了 我也不是那样的人哪 没有就好 不好了 耽误这么久要迟到了 我先送你回家 走 你不吃饭了 来不及了 那我帮你寄信去吧 不用 我还没写完呢 写完我自己就寄 走走走 快 走 干嘛呀 奶奶 走 怎么了 谁惹你不高兴了 没谁 没不高兴 那怎么回事啊 走的时候好好的 被你小宋闹别扭了 没有 您别瞎猜了 赶快睡觉去吧 你别瞒妈妈 有事跟妈妈说 妈妈可以给你出主意 也没什么事儿 就是 怎么了 有个女孩儿 给小辉写信来着 有个女孩儿 她说是她以前的学生 现在人住在美国 那信上说什么了 她说就是那女孩儿好像要跟她的舅舅 争遗产 然后打官司 哎呀 写的都是新英文 我又看不懂 这个小宋 在想什么 不是啊妈 你可别瞎想 不是你想那样 你别想歪了 她都跟我说了 她跟我解释过了 她说那个 她们两个就是普通的朋友 然后好多年没见了 那那女孩儿多大 一直在美国吗 她家里是干什么的 多大 那不知道 应该是上高中马上就要高考了 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 一个小孩儿啊 高中生的醋你也吃啊 没有啊 你要看一个男人靠不靠得住 就看他是不是把钱交到你手上 小宋把工资都交给你了 你怕什么 我没吃醋 本来就跟你说没什么大事儿 你这不是非要问的吗 我不高兴就是因为 本来今天都说好了 能一块儿吃个饭什么的 结果这不又加班去了吗 是啊 小宋太忙了 等新厂房建好了 让你爸给他放个假 你们两个好好玩玩 真的吗 妈妈 你这一会儿就帮我跟我爸说一说吧 自己说去 我服去 你也知道你欺负爸爸了是不是 没有 好 好 我去跟你说 谢谢妈妈 妈妈就好了 好了 洗洗睡吧 谢谢妈妈 睡吧 我问过了 妹妹和小宋好得很 我想明天跟女儿说 让她们找个时间把证领了 不行 不能这么接 你也担心那个美国小丫头 小宋不至于 当然不是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我发现我们犯了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啊 好东西越容易到手 人就越不会珍惜 之前我们家就不予主动 结婚这件事 不能这么处理 那怎么办 总不能都不开口 那得拖到什么时候 你不是说这事也得抓紧吗 婚当然要结 而且还得抓紧 不过不能让开眼先开口 就让小宋自己提 那要是小宋不说呢 他不提怎么办 就一直拖着 我找个机会好好跟他探探 阿林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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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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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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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来 你怎么回来 再hovel 再hovel 제肉 ניiffe 送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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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大白天的你关什么门呢 你怎么不出去摔摔太阳呢 你一会儿没别的事了 我得去趟队部 我这都几天没回来了 我得问师哥 这电眼厂 养筑厂 都啥情况 趁着天亮 你先去老书记的坟上烧点纸 行 你去磕个头 烧点纸 让村里人都看见 也让他们少说几句信话 村里人都说啥了 也没说啥 老书记家现在没闹了 就连雷卫国那个杠畜生也闭上嘴了 可就这几天 我走到哪儿 村里人都躲着 像是我身上带着麻风 昨天我实在憋不住了 我拉着二伯问明白了 那我还是因为老书记的事心里有气 东宝啊 你说你也是 前头你说老书记是收了人家好处 占村里人便宜了 你后来也没拿出个结果来 是他没有错 还是你心软了 也难怪村里人说是你生生把老书记逼死的 他们除了不搭理你 没干别的吧 还能咋样啊 这都沾亲带故的 人家就是当面不理我 都在背后嘛 行 我去看看老书 哥 你可回来了 你这是干啥呀 我来跟你说一声 我打算走了 去哪儿啊 我去上海 再不就去广东 再不就去深圳 你去哪儿你都不知道 就算是你要饭你得被饿死 沈子 我没跟我打理 哥 哥 我这是被逼无奈 我这是逃难去了 四宝 你逃啥难呀 沈子 现在他们外边疯传 说最早 是我告发的老书记 然后才是东宝哥 一步一步逼死了他 那四宝 你都听见人家这么说了 你咋不给你哥分辨几句呀 那老书记可不是他逼死的呀 沈子 我也想分辨呀 可是 你们还不知道呢吧 昨天晚上 他们把诗根家玻璃给砸了 这时候我要跳出来 他们不得把我们家祖坟跑了 要不好真要出事啊 妈 没事 他们会砸咱们家玻璃吗 他们敢 再给我歇会儿 我 知道是谁砸的师哥家的头吗 那不知道 不过 哥 村里人吧 表面上看不出来 可是他们大多数心里边都是向着老书记的 就这么点的小事你就要跑 你也是村委会的 我现在给你个负责人干 你还走吧 哥 哥 你说真的呢 真的 那我也走了 我不留下来给你添乱 他们现在 能砸师哥家的窗户 那就能点我们家房子 我算看出来 就这帮人翻脸就不认了 我要是留下来 那时候小命也得交代在这儿 既然留不住你 哥 出去闯闯闯得也好 有空下去了 再回来 有空下去了 SE instr 是 干嘛 谁干的知道吗 没事 你别问了没谁啊 什么叫没事啊 小蕾家没往往了 这都双人借寄了 你 Fighting me 谁他妈干的呀 这是 谁 你这怎么弄的这是 你咋样蹭 这说你的是 一个半大孩子 我没事 你这不一样 有啥不一样的呀 你这是个半大孩子打的 我这是个老人砸的 现在全村老幼妇孺 都因为老书记的死命不平呢 东宝 你这事要是想让村里人闭嘴呀 听我的 你账还得继续查 必须得张榜公布才行 这老叔家的人已经服软了 雷卫国也不敢再闹事了 你说就算是你把账给查清楚了 你张榜公布了 无非就是再给老叔脸上再抹到黑 这帮老人孩子他们不明事理 咱们能跟他们一样的吗 我就在琢磨 咱非得把事给干得那么绝呀 不是 那这脏水可就都泼在你我身上了 我知道你委屈 让我再想想 我再坐会儿了 我去电验厂养筑厂看看 你这几天也别去村委会了 给家好好养养你这伤 行 没事 脑不寒了 我一出事 他妈就带着孩子回娘家了 没事 再忍忍 再忍忍 听我的 再忍忍 听我的 再忍忍 我走了啊 好 我走了啊 东宝叔姐 快去专邀一趟吧 出事了 宏伟压不住让我来找你 出啥事啊 工人们不干活 大家先去把专邀的活点起来好不好 点不着 要不你去试试 要反贴啊 起来 都给我起来 怎么回事 这几个带头闹事 专邀活给弄灭了 咬冷了 要再想烧热得飞多少功夫 飞多少没 你们都是干了那么多年活的老工人了 这点道理不懂吗 还有你 怎么管的事 书记 昨天晚上我走的时候 专邀好好的 我今天早上一来 灭了 怎么回事啊 咬火都是老书记自己看的 家火家灭兜兜一把抓 现在老书记没了 我们这些人 一时半会儿还真来不了 专邀开了六七年 你们每个人都看不了火是不是 存心的 你们那么故意的 史洪伟 你别拿脏水泼人 老书记的位子 不明不白给你抢了 你现在又来找我们的茶 你亏不亏心啊 是啊 董哥 你这是胡言乱咬 你自己管不来 别管 都给我闭嘴 长本事了是吧 今天这事 是谁的责任我不追究 赶紧带着大家伙 把活给干起来 那么多人等着要砖呢 无论如何 把火生起来 听明白了没有 听见没有 干活 走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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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走 找我啊 屋里说去 不了 东宝说句 我想跟您赐功 你干得好好的 为什么赐功 我跟洪伟处不来 在他手底下干活 心里不痛快 专场给的工资不低 你离开小雷家 你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工作去 恒锡的专场缺个工头 跟我聊过好几次了 我想过去试试 恒锡 恒锡那专员那么不景气 他给的钱能有小雷家高吗 你想过没有 你这么一走 你不怕村子里头 停了你们家的养老金 劳保 医疗费 怕我当然怕了 你对老书记都那么狠 何况我这一小小的工头 那你还敢走 也不光我 专邀上的十几个弟兄 都不想干了 把话说明白了 到底为啥 为啥 老书记在专邀干得好好的 每天起早贪黑 跟我们年轻人一起下苦力 你倒好 一句话就拿掉他的位子 还有人嚼舌头说他贪污 我们这些人都眼睁地看着呢 从来没有看见他贪污啊 你查上不是也没有查出问题吗 老书记死得太冤了 我们工人心里边有怨气 东宝书记 我先走了 你站住 你 你干吗 你打我我还是要走的 我没那闲工夫 韵哥 长脚 三天 你们给我三天 如果到时候你们还想走 我不拦你们 来 查这么天 这就出结果来 来 黎晋山1981年是九天零三十 八二是九天六百四 八三年是三千 真贪了 这十四年是三千六百八 这 这 喂 这怎么 真 怎么这样啊 怎么搞的 怎么干这事呢 妈妈 妈妈 还一笔的钱啊 姥姥 姥姥怎么会抬的 她怎么能干这个豆子呢 是你 怎么干这事呢 大伙说说 会不会是东宝他们算错了 不会啊 你可能怎么会算错呢 不会 东宝那个人啊 做事是一向公正的 不会 你看看怎么样 还是被查出来了吧 可不是吗 真是贵心 老叔叔真谈了 这么多钱 咱们选的猪啊 拼装好 现须目站的老教授啊 弄的资料也好 眼看这小猪啊 一天一天得长 一天一个样 一个月大扁眼 平均每天能长一斤多 你别跟我说的没有用的 广东人要的鸡 你就告诉我 能不能完成任务 能 咱现在有大小生猪啊 一千五百头 再过一个月吧 你这条小猪长出来呀 广东人要的一千头 准没问题 好 书家 有什么话你说 别吱吱呜呜的 不是 我就想问问老书记的事 你打算怎么处理 那不都张榜公布了吗 还怎么处理啊 大家伙心里头跟明镜似的 老书记谈的数字比较大 村里人都在议论 还说什么 负债子环 这话虽然不厚道 但也是个老底不是啊 人都死了 还盯着不放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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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大伙就是想要村里给个说法 行 既然你们想要个说法 我就把决定权交到你们手上 老书记的事 我们想今天在这儿做一个了结 之前也都已经张榜公布过了 老书记生前 总共贪污了三万一千元钱 书记的意思呢 是全部交由村民自己投票决定 老书记的事情到底该怎么办 到底是人死债销 还是负债子偿 全都由大家伙来决定 四眼 宫伟 那给大家伙发痘子吧 大家看好了 这有两个篮子 同意这件事情 负债子还的 投这个篮子 同意这件事情 人死账销的 投这个篮子 大家一定要想好了 每个人只能投一个豆子 每人一颗别着急 来 来 往这边甩 对对对 投完的往那边走 来 来 来 从我这儿拿 对 拿完的就往前走 对 来 还有吗 来 有吗 有了是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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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还是我认识的小雷家的人吗 一个个的 落井下石 无情无义 老书记这一辈子为你们做了多少事 你们掰掰手指头 你们自己数一数 你们数得过来吗 你们居然一边倒的头负债子偿 你们的良心去哪儿了 你们眼睛里只有钱 我就问你们一句话 老书记这一条命值不值三万块钱 给我好好想 都想清楚了 人死再消 老书记这事就他们这么定了 谁要有意见 谁来找我 我来找我 要是 这次大家伙也是抱成团 玩了命的干 可现在日子好了 人心却变了 变得我都不认识了 你说他们还是 咱们小雷家的人吗 今天村子里头投票 统一放过老叔的 居然就十几个人 我这心寒哪 老叔是错了 可他也为大家伙做了那么多的好事 怎么就没有人能记得住呢 我就想 会不会有一天 他们也像对待老叔一样 对待我 别嫌我碎了 我没地儿说去 我想你了 我也想儿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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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董宝啊 婶儿 我们到你们家里没人 就到这儿来了 婶儿 您坐 我正想去您那儿呢 东宝啊 我们这次来不是为别的 就是想把先前 你老叔欠的那个钱给还上 这是一万块钱 剩下的 我们还想恳求村子里 再多通融些日子 婶儿 是我对不住老叔 不不不 这不能赖你东宝啊 我之前恨你 是以为 你只针对你老叔一个人 现在都张了榜了 上面都清清楚楚地写着 再想了一点那么多你从敢 就你老叔一个人的 你老叔他徐了短见 你老叔他徐了短见 怕是没两来见你 东宝啊 再想雷家村以后 还是得靠你 不会 怎么 东宝啊 别恨你老叔 猪ence 匐厌 老叔 来吧